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42集 今天的内容很特别哦 因为呢我们要从食物的面向切入 和你聊聊饮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日常甚至是我们的理想生活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要先来谢谢今天的sponsor 轻易丰盛学院 轻易丰盛学院呢提供天赋顺流的讲座课程 带你动息啊你的性格你的优势你的弱势 还有你理财的特质 让你呢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个性 比较适合学习哪一种投资工具 而不是现在资讯爆炸 所以你每个都学 但是不知道哪一个到底比较适合你 还有呢你需要和有什么样的特质的人一起合作 做起事业来才会更事半功倍 如果呢你对这个讲座感兴趣 你可以在网址上输入 你只要呢输入连结就可以看到更完整的讲座资讯 包含呢讲座会和你分享什么 还有时间地点等等你都可以查得到 再说一次网址是 那现在呢我要来阅读一位听众她在Item Store上面的留言 今天的听众是啦啦啦耶 她写说 最洞悉人性贴近需求的音频 很喜欢Zoe的主题设定 十分犀利贴近人性需求 声音与内容都可以感受到 Zoe满满的无私与真心诚意 实在大腿 耶谢谢啦啦喜欢我们的节目 还有我们的主题设定 其实呢如果说你有发现的话 我最近就是在做比较多的主题尝试 你有什么想法呢 你喜欢我们讲理财喜欢我们讲今天的食物吗 如果说呢你对左边茶水间有更多的看法 有意见或者有想要我们改进的地方 你都可以呢到Item Store上面 打心留言评分 还有记得推荐给你身边 你觉得会有需要的朋友 以及订阅这个节目 那当然不要忘了 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 你只要呢在脸书上搜寻理想生活设计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加入我们 和两千多位的团员一起讨论 所谓的自我成长 还有理想生活相关的议题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会和你分享 食物到底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什么是大自然平衡饮食法 怎么样吃出自我疗愈的力量 还有呢要怎么样避免 吃尽对我们身体 没有什么正能量的食物 如果呢你想要收看这一集的文字稿 请在网址上输入 zouik.co 斜线全职厨房 全是全部的全 职是职务的职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Linda 今天特别荣幸呢 能邀请到Linda 全职厨房的Linda 来和我们分享怎么样吃出一个理想的生活 哈喽Linda 哈喽Zoe 超开心可以上你的节目 不会不会 我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 Linda她其实是我Dream to Go课程里面的一个学生 然后我发现她在做的事情真的很有趣 急需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她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如果说有观众不认识你的话 Linda请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做Linda 我在大学时期开始 很深的感受到食物带给我的疗愈的力量 因此就 那时候大学时期就开始对于全职务饮食这样的领域 做更深入的探索 那目前是跟我在身心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启蒙老师 也是我在全职务领域健康方面很重要的一个Andra老师 一起在台北经营一个食物疗愈的推广中心 那我有点想要就在这边挖掘一下你背后的故事 就是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启发你踏上这种全职务饮食的历程呢 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大学生 就吃得非常的不健康 因为那时候社团也忙啊 然后又实习啊什么的 所以因为把自己生活排得太满了 所以那时候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太好 就发现也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所以那时候即使事情做很多 不管是实习啊或者是社团 好像都很有很有成就 但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很不好 过得很不开心 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很明显的发现 不管是变胖啊或者是痘痘变毒啊等等的 就发现天哪我这样子下去不行 后来对还蛮幸运那时候 刚好我大三上的时候 有机会去加拿大当交换学生 那时候是念UVC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很漂亮的海岸线旁边 然后我们就常常下午跟朋友一起去 就是看海啊 然后野餐什么的 就发现健康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而且其实也可以很轻易 然后那时候也开始认识了一些 所谓我们在国外叫做Vegan的 这样子全植物饮食的爱好者 因为跟他们认识 也开始看了一些相关的资讯 不管是纪录片啊等等的 了解到很多饮食背后的故事 包含在肉品的制成啊 像是我以前其实也蛮常喝牛奶的 对但是后来就了解到 因为乳牛他们一定是在要生小孩的时候才会蜜乳 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会希望乳牛一直每天不停的蜜乳 所以当然会用一些比较施打一些很多不同的药物啊 希望这些乳牛可以多产奶 那你光是想象 因为其实如果你要一直施打这些药物的话 他们乳牛的乳房其实是一直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 那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是可以喝的牛奶 一定会经过一些杀菌处理嘛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其实 这些杀菌过后的牛奶 他们里面有非常多的菌食在里面 就可以想象为什么这几十年来 其实有非常多疾病 不管是过敏啊 或者是各种肠胃问题 像是肤质问题等等的 很多都是因为这些饮食中的施打的药物 或是菌食才慢慢造成 不然其实好几十年前 或是以前完全不会有这种肤质过敏啊 或者是一大堆奇怪的过敏的症状 那我想要问你就是 你认为啊 现代人为什么会缺乏这种饮食营养的知识教育 因为像刚刚你说到的几个点 我相信不是全部人都会知道 你可能是特别查 会有人特别告诉你你才知道的 还有缺乏这些知识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缺点 带来了什么劣势呢 对我觉得这真的也是我 这三四年来有很深的体悟 请说 我们获得知识的来源 主要就是两个嘛 家庭教育或者是学校教育 家庭的话 如果你很幸运 你刚好身在一个父母 对于这种饮食啊 或是健康很重视的一个家庭 那太好了 就是你可以成长在一个 比较健康快乐的环境下长大 那学校的部分的话 对如果刚好你刚好没有这样子的家庭环境 也不能怪你父母 因为你父母从小也没有被教导这样的知识 我们学校也不会特别 现在有比较好 我发现这几年真的有比较好 不过我觉得在我小时候啊 在我国小阶段 确实真的没有特别重视这样的饮食教育 有的话也是一些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有学什么 什么饮食金字塔六大营养素等等 对对但是 好像就这样而已 对一来是教的不够深入 二来是有些资讯他可能 可能那时候的研究也还没有那么的进步 关于饮食健康这块的研究 确实是真的是这几十年才 有非常多的讨论跟研究慢慢的发布 我刚刚觉得有一段你讲的特别的好 就是我们来自的 知识来自于 一个是学校或者是家庭 然后我从小到大就是 我们家的人吃的 就是我们还蛮重口语的 就是爱吃就吃 想吃就吃 所以我以前就是完全跟你一样 就是一个 我在乎我想吃什么 胜过于我应该要吃什么 就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点 就是我种那个味道和口感 胜过于我重视他的营养价值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改 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 但是呢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 我先生他是一个特别重饮食的人 哦真的啊 对就是因为他我才开始去注意到这些 有的没有的这种饮食的尝试和知识 我以前真的是完全的不知道 而且我先生他还教过我去读那个 营养标签 就是ingredient 就是谁会谁会没事去看那个营养标签 我们都不太会嘛 然后他跟我说 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就是例如说你买一瓶饮料 然后那瓶饮料后面会写 它有什么成分嘛 然后在成分里面如果他写说 水糖盐巴色素茶叶之类的 他那个按照顺序啊 是只要先写在前面的就是成分最多的 所以水最多 再来是糖 台湾应该也是这样 然后他就说 只要你看到那个糖写在很前面的 你就不要买 然后我想说 为什么都没有人教我 这个那么重要的事情呢 因为这个很有用嘛 就是特别有一些人 他可能想要减肥啊或什么的 他也不会去读 他只有看那个卡路里或什么热量那边 有时候糖也是一个很重要要看的嘛 然后他也跟我说 其实在这边不是那么多的 传统学校传统教育会教 是因为他们 他好像就是有一些亲戚 真的是家庭 就是特别注重在这一块 所以就是小时候就会教他们看 然后就会教他们说 要怎么样去取得有营养而非 只是好吃的东西 所以也是因为他我才开始意识到说 天啊我吃的到底 就是我到底都把什么东西放到肚子里面去 这真的很有意思 非常的有共鸣 你刚才讲的这一段 因为其实很多这些知识 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比我们以前在学校学的什么 什么三角函数 什么都简单 一千万倍 没有错 对因为像你刚才讲到 营养标签的问题 真的要看营养标签 你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你去看你才会发现 天哪你到底都吃下了什么东西 大部分的不管是一些酱料啊 或是什么 都一大堆奇奇怪怪 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念的一些 化学添加剂或是什么的 嗯嗯嗯 我知道 我先生也跟我说 你看到那种你看都看不懂的东西 那你就不要买 他就说最好是那种 很很直接的 例如说什么 什么样的东西的种子啊 或什么样东西的油 就至少你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 呃有机体嘛 就不是化学物这样子 对 一定要挑你 认得出那是什么东西的 的产品去买 因为其实很多这些化学添加剂 它 呃我觉得 我们从小会 太习惯于吃这些食物 这些化学添加剂它会让我们对于这些味道上映 嗯 我也听说过这件事 对也把我们的味觉养坏 让我们忘记原始的食物的滋味有多好 我完全懂你在说什么 嗯我吃了这样的饮食方式三年多了 然后才把自己的味觉养回来 那个味觉的敏锐度 然后这是一个很让你欣喜的过程 因为你会发现 你只是吃一个很简单的 像是地瓜啊或者是核桃这样的坚果 这样很原始的食物的形态 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 它的滋味怎么会这么的美好 这么的滋养你的身体 给你身体带来很大的能量 这个体会我在澳洲的时候 完完全全体会到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 我特别爱吃辣的 然后东西我都很喜欢重口味 然后我尤其热爱卤味类的东西 然后直到后来 我有一阵子在澳洲 就是自助旅行的时候 然后我就吃那边的当地的食物嘛 然后只是有时候只是那种青菜啊 或者是沙拉 甚至没有任何的酱料调味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 天哪我真的都不知道 就是青菜本身吃起来竟然 而且这么甜 像我以前也是很难控制自己的口语 就是我看到我觉得很好吃的东西 我就会很想吃 但我后来发现 我会没有 我会一直想吃东西 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 从这些食物获得真正的满足感 如果你真的能够从最原始 能够给你最多能量的 最天然的食物 获得满足感的话 你就不会一直想吃东西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好有意思哦 真的 这真的是 我也是最近才体会到 就是你如果能够从食物真的获得满足的话 现在就是太多不管是精致糖啊 或是食物中的添加剂 就是他们很像会骗人 因为这些食物中你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能量 你就会觉得我还是缺少什么 我会一直想要去吃东西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 这让我想到我们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是一个就是非常 应该说他重视食物健康饮食方面的 所以他很愿意花钱在有机的食物上 然后每次我们去他的家 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特别高档的食物哦 不是什么什么螃蟹或者是什么生蚝 而是都是那种和果子啊 腰果啊 或者是什么南瓜那种东西 就是吃起来你就会觉得 嗯 这是真食物 这是高档食物 吃起来才会有的味道 就是你可以渐渐的感觉出来说 你平常在吃的东西跟这种真实食物 是有一个差别的 然后我们最近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小练习 是我们在念那个有关meditation 有关冥想的书的时候发现的 就是那本书的作者 他建议说有一个饮食的方式叫做mindful eating 很简单 就是呢 你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嚼得超级无敌慢 可能嚼到五倍慢 就是很慢很慢的去吃你嘴巴里面的食物 然后我们就试了 我真的觉得很惊艳 我觉得听众你们可以试试看 就是你会发现 你在吃的东西的那个味道是很多层次的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嚼的话 食物只放在最前面嚼 然后其实你舌头最后面 尝到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近期的发现 虽然然后这跟我们现在聊的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如果说你是像我一样 就是非常重口语的人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 可是我还是很重味道 我还是很想要吃 就是我觉得很好吃的东西 你可以试试看用这样的方式 就有时候只是一些很简单的青菜 或者是只是米饭 你懂吗 就是你都可以用 这种mindful eating的方式 你会发现 这真的会让你觉得 哇 就是食物吃起来竟然是这种感觉 你觉得赚钱和投资理财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吗 那你可能正在浪费自己的天分哦 心意丰盛学院提供 启动天赋流的讲座课程 让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 在这个讲座里面呢 你可以学到要怎么样 认识对真实的自己 哪个理财的方式最适合你 你适合怎么样的工作形态 还有呢 要怎么样去找到最合适的创业方法 如果你对这堂课程感兴趣 请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easyreach 评法是easyrich 只要输入网址 你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的课程资讯 轻易丰盛学院 让你用天赋的方式 把投资理财变得更容易 更简单 更有趣 你完全讲到一个 对我们来说一个很核心的概念 mindful eating 对 因为应该说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从我们现代这样子很忙碌啊 然后很快速的生活方式 到真的能够体会原始食物 天然食物的这种疗愈效果 真的是一个过程 我们确实我们一直希望做的也是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像我也是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才才感受到这些东西 我们推广这种全食物蔬食 其实大家不要想象的好像就是真的 你只能吃很平淡无味的食物 因为其实非常多的香草啊香料 它们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剂 那里面也有非常多能够滋养我们身心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们非常多的料理会 我刚才好像忘记讲 我们在台北的这个食疗推广的中心 它是一个料理教室 那我们平常会教大家很多不同的料理方式 让大家可以把这些 不管是各种香草辛香料 对它们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而且又好吃 然后怎么样把 怎么样让这些香草入菜 然后搭配这些多元的蔬菜啊 水果啊 坚果种子豆类等等的 料理成一道道非常好吃的这种全食物蔬食 对这真的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就是要先满足大家的口语 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这样的饮食方式也是真的可以很好吃的 然后再慢慢的 真的去感受到对于自己吃的食物 越来越有觉察能力 甚至到对于自己生活啊 各个面向都能够更放慢步调 去觉察每一个当下 那我们既然聊到你们在做的事情 我相信有一些听众他可能 如果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话 他可能在想说 什么是全食蔬食法 什么是大自然平衡饮食法 就是在这边 你可以让解释一下 让大家比较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吗 我们最主要在推广的全食物蔬食 它主要有三个很大的核心原则 第一个就是摄取食物最天然原始的样貌 第二个是尽量摄取多元的蔬菜水果 豆类 坚果种子类 坚果种子尽量不要过度烘烤过 不然它的营养素也会流失掉 那骨类的话 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摄取全骨类 尽量摄取像糙米 不要摄取白米 因为就是它还是有就是把那些肤皮给处理掉 但是其实真正最多营养价值的是在这些肤皮 或甚至像如果你是买有机的南瓜 或是地瓜这种根筋类的作物的话 你就不要把皮去掉 甚至紫的话你也可以 可以的话你就一起吃下去 摄取食物最完整的状态 那第三个就是说不要摄取精致加工的东西 然后包括动物性产品 然后也不要摄取过多的油啊 盐啊糖分等等的 那和大家聊一聊 大自然平衡饮食法又是什么呢 大自然平衡饮食法其实也是另外一个 我蛮蛮重要的理念 它最主要就是强调 这种饮食方式要生理跟心灵的平衡 它很强调顺应自然的一个生活方式 像是吃摄取当地当季的食材 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不只是饮食啦 饮食是我们的一个切入点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整个lifestyle 整个生活形态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但是很少人在讨论 因为大部分现在台湾的状况 一方面是什么东西都真的很便利 然后再来是大家都很忙 所以可能也没有这个时间去了解 也没有觉得这个必要去了解 或者是想要了解又觉得心有原力不足 你觉得就是在这种外食主流的 这种社会环境之下啊 我们要怎么样吃出 你刚刚说到的那种 自我疗愈的力量呢 就例如说选食物要怎么选 或者是要怎么样准备 或者是避免不适合自己的食物 我也是从小外食到大的人 非常能够体会这样的困扰 我常常给身边朋友很很 第一个建议 第一步就是你一定要了解 放进嘴巴里的食物 有一定的意识 像刚才讲的 不管是你要会去读营养标签 应该说你要有这个举动 你要去了解你吃进去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平常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 你会去注意 它是不是有一些添加的东西进去 然后你要去注意 你吃的食物是不是最原始的样貌 比如说像是 如果你很爱吃面包那种的话 对你就要知道说你吃的面包啊 糕点类它都很可能很多都是有 都是精致加工过的 那如果你还是很爱吃面包 那你可能可以去找一些 它的成分最天然最原始的 各种食物都是一样 如果是你是超市或是便利商店 你可以读营养标签 那你一般在餐厅 你也看得出来 哪些东西是最原始的样貌 然后如果是一些酱料类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问店员 就是这些酱料里面 有哪些东西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 店家也有这样的意识 所以如果它打不出来 如果连店员都打不出来 那你就知道这家店可能不OK 如果它能够讲得很清楚 这里面有哪些食材 有哪些原料 然后甚至它如果能够 告诉你这些原料背后的故事 他们是比如说跟哪个小农买的 也有在考量这些源头的来源 是不是OK的 那你就知道这个店家是很可信的 所以就是有点算是 从自身的意识开始去做相关的功课 或者是去挑选吧 就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好像也不会太难 我们其实一直在做的也是希望 让大家对这件事情越来越有意识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种事情 它有点需要社会环境下的耳濡目 或者是你当下在的那个环境 确实 这也是我们有意识到的一点 因为像老师他们确实带了很多 是像你刚才讲的这种比较身心疗愈 长时间的retreat 那大部分的人如果有这样的经验 绝对是能够感受到这样的生活方式 是很棒的 真的很棒 但是事实就是 像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每天过那样的 就是天堂般的生活 那很多人甚至生活上啊 经济上的考量 没有办法有过那样的体验 我们其实也非常希望 可以把这样子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社群打造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办非常多相关的活动 不只是料理课 教你怎么做好吃的全食物蔬食的料理 我们也会比如说假日去逛小农市集啊 或者是做一些画画啊 一些或是一起做瑜伽等等 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每个月假日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让大家也可以透过平常假日的时间 小小的体验到这样子的生活方式的美好 那我们来聊一聊 你刚刚有稍微提到全食厨房的课程嘛 就包含你们假日的一些活动 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再讲的仔细一点 就是像是你们会教什么样的课程 还有适合哪些人呢 那除了饮食之外 我们也有一些运动的课程 运动课程主要是比较偏向 像是皮拉提斯啊这一类的 比较希望是能够让人找回跟身体的连结 那当然就是减肥也很有效果啊 如果你是像减肥的人的话 应该说让你自己对你的身体更有意识 你就知道怎么去对待它 那你的身体也会朝向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去迈进 除了饮食跟运动之外 另外我们一个很重视的也是比较处理情绪压力方面的课程 不管是刚刚有稍微提到的音乐的方式去做疗愈 或甚至是绘画的方式 这些都是我们在假日会举办的一些实体的活动 不管是声音上或者是艺术上的疗愈方式 甚至我们也有一些比较部分听众可能有听过 像是花精啊这些比较能量上的治疗方式 对我们的一些课程或是疗程都是比较自然医学的疗法 比较不是西医那种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然后就是开药给你的那种比较不是 那我们来聊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我觉得理想的生活其实很简单 就是吃得好睡得好 然后每个当下都很舒服很自在 很享受每个当下 我觉得我现在觉得真的是 就是把自己做好就好了 对你就是好好的对待你的身体 你喂它最有能量的食物 然后你给它最适当的运动 你给你的 就是你可能可以定期做一些 疗愈你灵魂的活动 不管是冥想或者是 如果你还没有那么有 对冥想还没有那么有经验的话 你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 不管是甚至你种菜 种树种个种子 播种或有的人他可能会借由画画啊 或是有的人他听音乐 或者是各种方式 只要你能够疗愈你的灵魂的方式 你找到你最适合的方式 状态维持在一个很舒服很稳定的状态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样子就够了 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好像灵性的东西 就是很离自己很远 其实我觉得这种灵魂啊 就只是要让你在一个 你觉得很舒服的状态而已 听特定音乐 你们会觉得很放松 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 疗愈的一个 疗愈你灵魂的一个方法 或是一个过程 它就只是一个让你在每个当下 都处在很舒服的状态的一个方法 而不是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很宗教性啊 或者是要要去 就是付很贵的钱 去上什么身心理的课程 其实不是 这种疗愈灵魂的很多小方法 都在你的生活中 非常感谢你今天特别到左边茶小店 跟大家分享这么有趣的主题 像讲食物好像是我第一次 在节目上讲到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荣幸 那如果说今天的听众呢 对全职厨房的课程感兴趣的话 我们要去哪边找到你们呢 大家可以上脸书 找Hole Kitchen Hole就是W-H-O-L-E 那个Hole 因为我们是提倡一个身心整合啊 我们希望各个面向都达到平衡 全人健康 所以我们用Hole Kitchen 那中文就叫做全职厨房 全部的全植物的职厨房 那我们也有一个脸书的私密社团 比较对比较多的互动都会在社团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私密社团 好的没问题 这些连接我也都会放在今天的内容里面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Linda今天抱病来节目上面分享 辛苦你了 希望声音不会太沙哑 谢谢赵银 现在呢 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 一 如果缺乏食物营养的知识 很可能呢 会让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只是生理 甚至心理上的负担 如果呢 你长期摄取没有什么能量的食物 你可能会因此感到疲惫 无力焦虑 没有安全感 更有可能呢 会影响你在重要时刻的决策能力 相反的呢 如果说你有意识的挑选 真实有能量的食物 来滋养你的身体的话 它更能让你有充足的资源 去打造你理想生活的模样 二 我们的饮食知识呢 一的是来自于你的家庭 不然呢 就是学校的教育 那如果说 两者刚好都没有教导你相关的知识 其实呢 你也可以从生活中开始查资料啊 开始学着阅读 营养标示 挑选真的食物 或者是询问店员食物的成分 只要你有心 生活处处都是学习的机会 你都可以为自己打造一个更优质的饮食习惯 三 当你可以从心灵的面向去聆听 你自己的身体真正的需求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身体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例如说选择当地当季的食物 没有后置加工过的食物 以及食物最完整的样貌 然后呢 再给予最适当的运动 你会发现生活越来越理想 而且理想生活真的很简单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听完今天的访台之后 我不只深深的感受到Linda 对这个议题的热忱之外 其实我自己也学到了非常多 那我知道呢 这是我们第一次聊食物的议题 所以我很想要知道你的一些回馈 让我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主题 因为自从今年2019年开始 其实我就很想要 试一些面向比较不同的广播的主题 包含我们现在开始聊理财 然后可能开始有食物 未来呢 我们可能还会聊一些什么 经济学啊脑科学啊等等之类的内容 因为我始终相信 生活不是只有工作而已 那理想生活其实也是 很多很多种面向的 包含在一起的元素 所以呢 我希望你给我一些回馈 如果呢 你觉得你今天有学到一些东西的话呢 你也可以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到Instagram上面和我分享 我的网站网址和IG的账号 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内容 然后呢 上传到你的story 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呢 你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选择来收听这一集的内容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我也想要请你花30秒的时间 好好地来思考一下 你觉得今天最棒的tag away 你学到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 把你的答案 分享到这一集的原文里面吧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